我居然搞透了告白对象 不仅如此还是亲自规定禁止恋爱的掌门人 更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接受了我的告白 和这种女人谈恋爱 我太难了呀 此刻都一脸惆怅地站在灯纤台上 下方的妹子被我迷得五迷三道 还以为我在悟道 纷纷想主动来给我当颅底 悟个锤子 老子哪里会这个 我站在这还不是因为没什么事干 顺便装装逼而已 还有人比我更惨吗 只是因为在马路上偷看美女的大长腿 就被一辆武林逢光撞飞 随后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成了同名同姓的幽名殿圣子李然 前身更是个喜怒无常的主 要不是仗着是圣子早被人大谢八块了 我现在就是一个花架子 忠看不忠用 就在我抱怨为何穿越没有金手指的时候 冰的一声 日行一扇系统击活 这系统居然致力于帮助宿主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而第一个任务竟然是主动和一个异性告白 并获得对方的同意 我堂堂磨到圣子 让我日行一扇也就算了 现在竟让我去谈恋爱 请问宿主是否选择放弃呢 那是肯定的 谈个鬼的恋爱 如果放弃任务宿主修为将永远封印 什么修为封印 等一下 谈恋爱吗 我最擅长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 幽罗殿最重要的一条门规就是禁止恋爱 这还是师尊亲自下达的 要是我和小师妹告白的事情让师尊知道了 我就死定了 随后我便将我的深情告白用留影师记录了下来 然后将留影师偷偷地放进小师妹的房间内 要是留影师没有用 那就只能当面告白了 就在此时小师妹也修行完回来了 考核用的丹药你练着好了吗 我要把这一批给掌门送过去 用不用顺便把你的带过去 那就多谢师姐了 此刻的罗刹峰 掌门 这是最新传来的一些情况 打开情报映入眼帘 居然都是个派掌门人结成道理的消息 谈恋爱只会让人错误的判断 什么双修 什么道理都是过眼云烟 哎 其实我也想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呢 掌门 弟子们练的丹药都交上来了 是给您放到书房吗 居然是留影时 谁拿这个东西糊弄本作 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而这画面内出现的人居然是我 谢谢你一直以来陪在我身边 你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 照亮我黑暗的内心 我喜欢夏天的雨 雨后的彩虹和任何时候的你 我喜欢你 所以请和我交往吧 太肉麻了 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追求我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徒弟 逆徒 违反宗门禁令就算了 竟然还想对本作图谋不轨 开局阴差阳错告白了美女掌门师尊 就当我已经考虑重新投胎的时候 突然发现骑士和掌门谈恋爱真香啊 此刻的我会在地上瑟瑟发抖 那你 我给小师妹的留影时怎么会在师尊这里 难不成被小师妹出卖了 现在怎么办啊 在线等 挺急的 然而这孩子真是玉树临风 哪怕在从来不缺俊男美女的修仙界 也是数一数二的帅哥 而且他还是天动奇才 恐怕没人能拒绝他的告白吧 然而 你不准备解释一下吗 现在证据确凿 没法狡辩 看来只能拼一把 师尊 那影像是我亲自录的 我无话可说 宗门禁止男女私情 以身为圣子 未来的掌门人 既然带头破坏戒律 真以为我不敢罚你吧 师尊 弟子拿起这留影时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就算是这样也无法抵挡弟子的真心 想不到然而对我用情如此之深 为了和我在一起 既然这么难 今天的事情本作就当没发生过 不同意就算了 小师妹是没戏了 大不了我就再换个目标 反正哥这么帅 既然如此托儿先行告退 我刚打算开溜的时候 就被师尊叫住 还说为了要让我 尽快放下这段感情 罚我去悠寒洞冷静冷静 悠寒洞那地方冷得要死 凡人进去几秒钟 就会被冻成冰雕 我现在修为被封进去 肯定就冻死了 所以悠寒洞绝对不能进 然而我不是要惩罚你 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师尊 弟子恕难从命 我念你是初犯 才对你网开一面 你竟然连这点处罚都受不了 不是这样的 既然是师尊发话 就算奔弟子一辈子 也不敢有丝毫怨言 弟子不能接受的是 你让我放下这段感情 这件事情弟子真的做不到 因为我喜欢的人 早已占据了 我内心的整个世界 所以 弟子恕难从命 你这个点 你胡言乱语什么 你还把门龟放在眼里吗 我说的都是心中所想 我相信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想不到然而为了 我竟有踏平山海的勇气 那你能受得了流言蜚语 能忍受被千夫所指吗 为了这份真爱 什么流言蜚语我都不在乎 哪怕是让我去死 我也甘之如仪 既然如此 那我就送你去死吧 就在我以为要挂了的时候 我的师尊竟然又突然出现在 我的身边将我接住 你是不是傻呀 为什么不运转功法 我赶忙隐帝附身 要是不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此刻的冷无烟内心 终于不再挣扎 你别这么看着我 本座同意就是了 激动的我一把抱住师尊 以后我就是奉旨泡妞了 听好了这规矩 毕竟是本座立下的 这件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让其他人知道 师尊放心我一定守口如瓶 就在此时系统提示 任务完成 表白对象 冷无烟 什么 表白对象竟然是冷无烟 我只是想随便撩个人谈恋爱 怎么撩到了掌门这里 师尊 这留影识是谁给你的呀 你还装 不就是你把留影识 塞到丹河中的吗 此刻的我一脸生无可恋 但要是论长相和身材 师尊比小师妹强太多了 我和这种女人谈恋爱 搞不好哪天小命就没了 拜托 我真没想和掌门谈恋爱啊 如此高颜值的爵士美女 居然没有被人追求过 只因她是令人闻风丧胆的 魔教掌门人 如今她终于告别单身 可恋爱对象 居然是她最得意的弟子 现在的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总不能说是我搞错了 这块留影识不是给你的 是给小师妹的吧 然而 先路漫漫 我们若是想长相厮守 唯有一起站在大道的巅峰 你要好好修行 我会在前方等你的 原来被人喜欢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次总算有惊无险 不仅修为恢复了 又白捡了三个宝箱 随后我便打开了系统赠送的宝箱 叮的一声 恭喜宿主 获得夺天宫 获得灵宝云灵枪 获得意向龙相则天 夺天宫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这是天书吗 随后我便打开夺天宫 书中字体缓缓浮现 夺天机 伐天道 掠夺诸天造化 成就不死不灭无上真神 以我好爱万 以我一代天义 是为夺天 原来如此 夺天宫能改变我的体质 而意识空间内的紫色小人 无时无刻都在吸收灵气 我的身体 甘甜 经脉乃至神魂 都在反复的锤炼中 以后我无论在做什么事 都在不间断地修炼 真是懒人福音啊 干脆叫挂机功法德了 还有这高级灵宝 可以在体内运养 和使用者的实力一起提升 就是意向这东西太悬浮了 具体功效每种意向都各不相同 还是先算了吧 而在我睡觉的时候 师尊却十分忧愁 我终于告别单身了 可恋爱对象 却是我最得意的弟子 我真是太冲动了 怎么就接受然而的告白呢 万一这件事传了出去 我以后要怎么面对众多弟子呢 还有就是我以后 该怎么和然而相处呢 怎么谈恋爱呢 看然而今天这样在意我 说明我也是很有魅力的 不比外面那些 早就有道理的女人们差 就在此时 你弟子前来取机日考核结果 本作还没看完明日你再来吧 那弟子就先行告辞了 等一下 掌门还有何吩咐 只见师尊缓缓开口 你谈过恋爱吗 此话一冲下的女弟子下跪连忙求饶 快起来吧 本作何时说你犯错了 那掌门为何会这样问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还有一个事情 那就是你要有了男朋友 会和他们做什么事呢 能一起做的事情可多了 比如约会 一起听曲 等等等等 要是关系能更进一步 还可以拉拉手 抱一抱 轻轻嘴 当然最后肯定是要睡在一起的 听完女弟子的一番激情演讲之后 气得冷无烟将桌子都捏碎 掌门这都是我听说的 还请掌门恕罪 我又没有聊怪你 算了 你先退下吧 所以约会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第二天清晨 丫鬟阿清诺诺地说道 圣子该起来用早上了 看到我醒来之后 阿清瑟瑟发抖 这么水灵的妹子 以前的那位老兄 怎么能下得去手啊 别跪着了 起来给我更衣吧 那你 不是只换外穿的衣服吗 我怎么感觉自己都被看光了呢 刚到白完我的美女掌门师尊 就又开始聊起我的丫鬟阿清 此刻的阿清正想给我换裤子 我告诉她 裤子我自己换就好了 直接阿清眼角湿润 圣子 你变了 你之前一直让阿清贴身伺候的 你是不是嫌弃阿清了 好好一个妹子 要不是优罗殿的门规森严 前身早就破了她的身子 而且前身对她非打击骂 按理说她不是应该 对前身身误痛绝吗 我看她现在这样子不像啊 随后阿清将肩膀的伤了出来 请圣子重重地责罚阿清吧 一神啊 前身真能下得了手啊 这是赤果果的蜡手催花呀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这么多年留下的心理阴影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我告诉她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怎么会罚你呢 快起来伺候我更衣吧 随后我换上新衣服 怎么样 好看吗 圣子大人最好看了 我走到阿清的面前 抚摸着她的脸颊 算你有眼光 随后潇洒地转身离去 留下对我泛起花痴的阿清 走在门派内 谁不叫我一声圣子帅哥 就在此时小师妹出现 圣子大人 一天未见我看您好像更英俊了呢 人家现在已经是练气后期了 连孙长老都夸我是个小天才了 我直接来了一句 关我屁事 就在此时系统提示 叫我指点小师妹修行上的问题 想了想这助人为乐也不符合我的人设 看来要想点别的办法了 我嚣张和说道 天才 你配吗 是孙长老亲口说的 说我天资过人 日后成就不可限量 天资 你今年也有16岁了吧 我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冲击金丹境界了 而你却还停留在练气 这么差的天赋也敢在我面前自称天才 真是可笑 小师妹唯唯诺诺地说着 我没有 怎么着 你还不服 那我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和我打上一场 小师妹 怎么样 你准备好了吗 只见小师妹左顾右看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 随后终声响起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都在议论我会不会将小师妹打废 而在不远处的掌门师尊也正在关注着这场不平等的比试 然而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们的境界差距极大 我也不欺负你 我不运转修为 只用这一根手指 一炷香的时间内 你可以用任何办法 只要你能打中我一下就算你赢 我在圣子眼里就这么差劲吗 我要证明自己是有资格站在圣子身边的 随后刷的一声消失不见 幽罗电秘迹 顺影杀 有点 但是就这点本事 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大的进步呢 喊得那么大声 生怕别人反应不过来吗 怎么着 你还是不服气 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圣子 这一次我不会这么容易被你制住 而我站在圆地一动不动 完全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太慢了 实在是太慢了 随后一把抓住她的腿 将她狠狠地摔在擂台上 可小师妹依旧没有放弃 起身又向我冲了过来 用了兵器又怎么样呢 在我看来 结果都是一样的 当的一声 便将匕首折断 这就是你所谓的实力吗 真是不堪一击啊 本打算告白我可爱的小师妹 但却阴差阳错地告白了我的美女掌门师尊 如今不仅成功地帮助了小师妹助击成功 还收获了一波小名妹 可这也令我的美女师尊吃醋了 此时的小师妹被我打倒在地产木人堵 连我都不由地心疼了起来 而孙长老此时正在向我的掌门师尊求情 还说小师妹是门内仅次于我的天才 希望您能劝一下圣子让其高台跪手 而我的美女师尊并没有鸟塌 擂台上的小师妹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这就坚持不住了 还剩下最后十夕的时间 你也可以选择放弃 而台下围观的门内弟子都十分心疼小师妹 劝她放弃 可小师妹眼神坚定 一定要得到我的认可 随后便动用幽罗电秘技 顺域引杀 速度不快都出现了好几道影子 可在我面前这两下可还是不够看的 只见我手指轻轻指向小师妹的脑袋 想得到我的认可别做梦了 随后小师妹口吐鲜血瘫倒在地 而我还嘲讽地说道 我和你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小师妹很是伤心 并不是因为自己输了 而是因为我下手这么重 可见她在我眼里和别人没什么区别 我走到她的身旁 现在你可服了 小师妹哭着委屈地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会和圣子相提并论了 再也不会纠缠圣子了 看到伤心的小师妹 我也是于心不忍 告诉她先路艰难 须底力前行 借骄借躁 现在把我刚才点的穴位 按照之前的顺序 再运转一遍功法 小师妹席地而做运转功法 我的经脉居然打通了 随后我拿出洗水单帮助其继续突破 在我的指点和单药的加成下 终于完成了助击 圣子 师尊 我现在已经住击期了 下方弟子震惊不已 想不到圣子大人居然是指点小师妹突破瓶颈的 小师妹连忙向我道谢 而我并没理会潇洒地转身离去 留下想要给我生猴子的小师妹 暖男形象的我也引来众多女弟子的青睐 吃醋的掌门师尊恨不得将这些逆徒都逐出师门 此刻的我正坐在凉亭之中等待系统的奖励 随后系统店奖励了我两个宝箱 一个是刹女林随体 这是女修专属顶级体制 不仅能令修为加速 还能产生出精粹之气 这精粹之气能让道理修为大净 另一个是玄机光明 修炼之后对道理来说妙用无穷 还能提升领悟性 这两个搭配起来堪称双修界的天花板 到时候和美女师尊一起双修起步天下无敌了 可就在我思考和师尊双修的时候 我的美女师尊突然出现 然而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呢 忽然在想日后要和师尊努力修炼 争取能早日站在师尊的身旁 原来是这样啊 看你的表情 我还以为你在想些什么坏坏的事呢 对了你和那个叫陆欣然的女弟子关系很好吗 求生欲爆满的我赶忙解释 我和小师妹一点不熟 可我记得你向来高了 今天怎么变成暖男了 我什么时候变的 难道师尊还不知道吗 自从道白了师尊 我就有了新身份 我要把宗门当成我的家 最重要的是因为师尊 我才想要做个暖男的 然而 你要对维师做什么 师尊 你是不是吃小师妹的醋了 我怎么会吃醋呢 只是维师看你修为迟迟没有突破 金欲特来鞭策你突破瓶颈 和我的美女掌门师尊一起切磋 即便被打也是幸福的 毕竟我可是第一个触碰到掌门师尊身体的男人 此刻的掌门师尊因为吃醋打算好好调教我一下 有一点黑线 师尊你快别开玩笑了 我怎么会是你的对手 放心 本作也不欺负你 我只用一根手指 只要你能碰到我的身体就算你赢 师尊 你冷静一下 我和小师妹是清白的 别那么自恋为师只是想指点你突破罢了 我信你个鬼 这分明就是打击报复 我还是快认输算了 不然一会肯定会被打成猪头的 然而 你要是认输的话 本作就不理你了 那师尊你一会出手可清点了 不然你可就算我了 安啦 本作自有分寸 师尊 那万一弟子侥幸赢了 有什么奖励吗 如果你赢了 本作就允许你一件事 开始吧 现在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 这就是地级强者的领域吗 真是太可怕了 果然女人生气起来最可怕了 眼下看来只有秩序才能有一线机会 只见我瞬间来到师尊身后对她发起了偷袭 可师尊只是随手用手指就将我挡住 速度太慢了 居然用妞魂影做伪装 不错的想法 可惜速度还是太慢了 下一秒师尊电给我来了个脑瓜崩 而我随后动用幽罗电秘技 顺利引杀 速度之快都出现了好几道残影 太慢了 还是太慢了 就这些小把戏完全不够看 结果师尊电一拳给我送上了天 看然而这么惨 一声要强的男人被师尊锤飞了恩词 然而你还撑得住吗 师尊 你太小瞧我了 接下来我要动真格的了 随后我召唤出系统赠送的宝布 师尊 我有一招 能与天宫势比高 看我的白红贯日 这招还算有点意思 这枪法不错和谁学的 师尊这是李家的枪法 下一秒我竟然直接将手中的长枪丢了 丢罗电秘法 凌压命运 想用这招延缓我的反应时间 然而真是好手段 就算是我也有点吃力呢 不过 你还是差得太远了 只见我口吐鲜血瘫倒在地 然而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已经控制好力道了 奇怪经脉稳固 没有受伤的症状 然而这到底是怎么了 就在此时我突然睁开双眼 师尊我碰到你的忧 这场比是我赢了 只见师尊一脸愤怒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呢 师尊为何如此表情啊 等等的地方好像是 擦 师尊我真不是故意的 她是高冷的美女魔教掌门人 但不管多么可怕的女生 在自己喜欢的男生面前 都会变得娇小可爱 而我的美女掌门师尊 就是这样的女生 为了能赢师尊我选择了装死 当初碰到了师尊 使我顿感不妙 此刻的我慌得一逼 这下完了 这可是魔教掌门啊 我到底要怎么解释呢 总不能说质量越大 引力越大吧 估计那么说 会被师尊直接砍成两截 我赶紧抱住师尊的大嘴发誓 师尊 我并非有意冒犯 我说的都是真的 要是我说的是假话 就让小师妹变成小狗狗 好在师尊没有和我计较 还说我虽然用了点小手段 但愿赌服输 我想要什么师尊都会满足我的 随后便快速地转身离开了 为了能以我利用了师尊对我的关心 虽然有点胜之不误 但我怎么没感觉到师尊生气呢 此时的师尊正赌在树后 然而这小家伙好坏啊 他会提什么样的条件呢 万一他提的条件太过分了怎么办 这样会不会进展太快了 看来谈恋爱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啊 到了夜晚 我颤颤悠悠地回到洞府 阿庆早早地就坐在洞口等着我 看到我满身是伤急忙跑来询问 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挡啊 敢对圣子大人动手 我挠了挠头 是掌门师尊 此刻的阿庆呆愣在原地 那那就没事了 圣子大人掌门向来对你宠爱有加 今天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啊 女人心 还比真 说了你也不懂 烧水去吧 我要好好洗个澡 当阿庆看到我身上遍体鳞伤十分心痛 我告诉他这是师尊对我的关爱 你不懂 而就在我泡澡的时候 夺天宫都在不断地吸收灵气 现在不用闭关苦修 躺着都能变强 真是舒服的一品 此刻的阿庆对我也是备有好感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圣子大人变了 变得温柔亲切 而且圣子大人早晨还念了念我的脸 而就此时我突然睁开双眼 瞬间起身 吓得阿庆直接瘫倒在地 看着瑟瑟发抖的阿庆 我也是十分伤感 看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阿庆 你跟着我已经整整十年了 这些年我对你非打击吗 你是不是对我恨之入骨 这十年来也是苦了你了 这些银票你收好 足够你一生吃穿不愁了 下山去吧 去追求你自己的人生吧 现在你自由了 阿庆直接跪下 圣子大人是阿庆哪里做错了什么吗 你不要抛弃阿庆好不好 那你 这什么情况啊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下一秒就被阿庆直接扑倒 接受了我的告白的美女掌门师尊 在我的不断攻略下 终于答应和我一起约会了 也不知道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 此刻的掌门师尊也是有些小尴尬 要是让孙长老知道 优罗殿掌门是第一个谈恋爱的 会不会直接把他送走啊 随后掌门师尊便以修炼为由 想借机将孙长老打发走 可就在此时 弟子突然禀报 圣子大人求见 刚要走的孙长老说道 掌门刚才有所感悟需要立刻闭关 你让圣子改日再来 听到此话掌门师尊连忙拦下女弟子 我突然发现刚才是错觉 并不是什么感悟 快让圣子进来 来到殿内 我就以修行遇上了瓶颈为由 想请师尊解惑 带着师尊飞快地离开了 现在没有外人了 说吧 你来找本作合适 弟子今日是来向师尊道歉的 昨天的切磋弟子为了引用了点小手段 还不小心碰到了师尊的身体 听到此话掌门师尊脸颊通红 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而且我也没有想要怪你 你是已经想好要提的条件了吗 那弟子就放心了 条件我已经想好了 那就是想和师尊做一些情侣该做的事情 回想到你弟子之前分享情侣约会的种种 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直接了吗 师尊 自从那日向您表白过后 我也想借此机会增加一下感情 然而 我们才交往了几天了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师尊不用紧张 我也是第一次 然而真讨厌 这种事情人家怎么会不紧张呢 我看着师尊犹豫不决地神情 于是问到师尊 你这是怎么了 只见师尊一脸严肃地说道 然而你不要太过分 这件事太过堂扑 本作还要好好考虑一下 既然如此那弟子就先行告退了 只是可惜我手中这两张门票了 过了今晚就不能用了 听说领风承新来的一群唱曲的 弟子特意托人弄了两张票 本想约师尊一起去的 现在可惜了 原来你小子是约本作去听取的 对啊 要不然师尊以为是干什么去呢 既然师尊不去 那我也只能将门票送给别人了 然而 为师刚想了想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勉为齐男陪你去一趟吧 我终于要和然而去约会了 好开心啊 也不知道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想想就有一点小期待 走在大街上 我的颜值也是得到的大家的肯定 而身为焦点人物的师尊 为了不被发现 用了一点障眼法 使大街上的人看不见他 忽然一个石榴就向我扔来 这什么素质啊 居然当街乱扔东西 紧接着无数水果就向我扔来 纳米 这些女人要搞什么呀 师尊 救我 只见师尊随手一挥 将这些水果全部挡下 随后对我说道 然而 你不知道吗 这是他们在表达对你的喜欢 和美女掌门师尊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走在大街上因为我的颜值过于逆天 导致街上的女子纷纷向我扔水果表达爱慕之情 但师尊放心 我的心里只有你 装不下别人 然而你真讨厌 我不理你了 很快我们便来到听乐楼 小二笑脸相迎 原来是天字间的贵客 快礼便请 然而 我们今天听的是什么曲子啊 我告诉师尊今天要听的曲子叫做春庭秋月 听到此曲师尊不由感叹到 曲子中奈而不得的孤独感 表现得太强烈了 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 虽然一个人的时候感觉也挺好 但自从和然而谈恋爱后 我才知道原来谈恋爱是一件这么快乐的事 师尊 你放心 以后然而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就在我为师尊吃水果的时候 隔壁传来吐槽的声音 老这种淒淒惨惨的曲子 好像没人要的怨妇一样 本不打算理会他们的 可这群人居然又吐槽起了师尊 说我师尊又老又丑 所以才会单身几百年 但说我的女朋友我怎么能忍 起来就要去教训他们一下 但却被师尊拦下 一群蜂蜂罢了 和他们计较做什么 师尊我这是在履行男朋友的职责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不用和他生气了 天下间八卦的人多了去了 难道你还能将他们全部给杀了吗 只要遇到说你坏话的 我通通送他们归西 没想到又被然而撩到了 好害羞啊 既然师尊不想和他们计较 那就算了吧 但我真的很想宰了他们 然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不要被这些蝼蚁坏的兴致 师尊 我们还是出去逛逛吧 好好地分为被隔壁的狗东西破坏了 走在街上我看见一旁有卖唐人的 便给师尊买了一个仙女唐人 师尊怎么样唐人好吃吗 这是摊子上最后一个 师尊一脸娇羞 你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 师尊最好了 这次的唐人 除了甜之外 还有师尊的味道 然而 你又捉弄人家 很快便到了夜晚 我和师尊站在一起 看着空中洁白的月亮 第一次约会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 你今天开心吗 当然开心了 只要能和师尊在一起 做什么都是开心的 有嘴滑舌 不和你说了 本座回去休息了 在睡觉之前 我还有个事情要去解决一下 那就是纵吐槽我师尊的王月归西 如果有人当众侮辱你的女朋友 你会怎么做呢 当然是送他归西了 此刻的王月颤颤悠悠从酒楼中出来 下面的小弟提议区会 我再继续嗨皮一下 就在众人前往的时候 我突然出现 王公子前面有个人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王月一脸嚣张 兄弟 大半夜的不睡觉 在这桌鬼没啊 凌晨王家的大公子 没想到你不仅胆子大 而且还挺幽默的 你小子这话什么意思 我一脸气愤 当众侮辱优罗殿掌门 你说你是不是打大包天 王月这才反应过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兄弟们给我拦住他 随后一众小弟蜂拥而上 吓着我冲来 而我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就将他们全部打飞 吓得王月当场愣在了原地 我一个闪现便来到他的面前 王月连忙求饶 我告诉他 你有一万个活下去的理由 带杀你 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 错就错在你惹个不该惹的人 他可是凌晨王家的公子 父亲是元英七的高手 你就不怕王家报复吗 你说的没错 他来只好将你送下去陪他了 我告诉剩下的小垃圾 老子优罗殿圣子里人 有想为他们报仇的随时来找我 众人文言一惊 居然是优罗殿圣子 随后便灰溜溜地逃跑了 也不知这次替天行道系统 会给我什么奖励呢 就在此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神通 降魔光明权 居然是神通类的奖励 真不错呀 阿清问我 这招是好厉害 叫什么名字啊 这招啊 这招叫手电筒 好厉害的手电筒 阿清你能看懂这一招 看不懂 但阿清知道圣子大人的神通 肯定是最厉害的 你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脑残粉了 对了 圣子大人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是一直在修炼吗 没有 今天和掌门约会去了 圣子你居然和掌门约会 我靠 不小心说漏嘴了 我赶紧解释 我说的是掌门约我见面开会 简称约会 吓我一跳 我还以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约会呢 这种别搅的理由 除了阿清之外 恐怕没人会相信了吧 掌门那边 女弟子正在站在屋外 也不知道掌门为何要特意在大半夜召见我 难道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了 女弟子走了进来 弟子见过掌门 不知掌门深夜召见 有何吩咐 本座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 谈恋爱出去约会要听取吃唐人的 曾经高冷的美女掌门师尊 自从接受了我的告白之后 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 今日竟然还亲自下厨 给我准备了一桌大餐 深夜掌门师尊正在询问女弟子 谈恋爱除了要约会 听取 吃唐人 还有什么可以两个人一起做的呢 女弟子一脸害羞 当然是睡觉了 掌门师尊小脸聪红 除了这个就没有其他的嘛 掌门 没有什么能比睡觉更增进感情的了 可还没进展到那一步呢 那可以先从牵手开始 对了 掌门 你的脸怎么红了 掌门师尊连忙让他先退下 自己要思考一番 随后在纸上写下了牵手二字 一日 女弟子经过厨房的时候 听到里面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当他推开门的时候 他傻眼了 掌门你怎么会在这里 本座在熬汤 你要不要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掌门 你确定这汤能喝吗 本座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为何卖相会如此难看呢 不知掌门这熬的是什么汤啊 这汤可是由天才地宝熬制而成 有滋养经络 亲戚化神的功效 与弟子告诉他做饭和炼丹不同 讲究的不是功效 而是色香味 您要是想吃什么吩咐弟子就行了 你不懂 这也是一种修行 我好想给然而亲手做羹汤 当一个贤惠的女朋友 弟子厨艺还是可以的 不知掌门需不需要弟子的帮助呢 掌门师尊联盟求他一定要教教自己的厨艺 而另一边 早上刚起来就被小师妹打招呼 圣子大人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快尝尝我专门给您做的糕点 我一脸嚣张 有这时间还不如好好修炼呢 但说归说 该尝还是要尝一下的 毕竟不能量了妹子的心嘛 您要还是多花点心思在修炼上吧 赶快回去修炼 就在此时家中突然来信了 也不知出了什么事 当我看到二伯的传信时我大吃一惊 原来我竟有个性宵的未婚妻 但幽罗殿禁止婚恋 所以婚事一直没人再提 现在肖家逐渐没落又提起了婚事 想借机抱住我李家的大肚 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此婚约理应作废 所以还是要你本人亲自去退婚 我得找个机会把这婚退了 可不能让我那个爱吃醋的师尊知道 突然师尊邀请我一叙 那你 师尊不会是知道了吧 抱歉 弟子来晚了 让师尊久等了 无妨 本座刚才也一直在看书 都忘了时间了 我告诉师尊 您的书好像拿反了 这里又没其他人 你就别假装正经了 师尊 难道弟子私下里很不正经吗 随后师尊便带着我到另一个房间 这些都是本座给你做的 人家可是学了好久呢 师尊 您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和我的美女掌门师尊在一起这么久 今天终于听到了掌门师尊叫我老公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当他到师尊亲手为我准备的饭菜 我真的是太感动了 师尊 你做的菜真的是太好吃了 曾经的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现在厨艺竟然这么厉害 师尊 让然而来喂你吃一口 然而 你还拉着为师的手呢 我有点小尴尬 师尊 是我莽撞了 吃饭的时候师尊问我 他到底有什么地方吸引我 我也不能说是因为阴差阳错 才向你告白的吧 于是我便说是因为师尊长得好看 听到这么沉浅的理由 师尊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我感到深情告白 其实我喜欢师尊听取时的沉浸 喜欢师尊吃唐人时的娇羞可爱 在我眼里师尊温柔又可爱 是世间最美的女子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师尊的手真的好软 好香啊 然而你真的是太坏了 我不理你了 师尊 以后我就叫你燕尔怎么样 你还是第一个这么叫我的人 燕尔 既然我已经改好了称呼 你也要改个称呼才对吗 以后你就叫我相公吧 师尊连忙摇头 太肉麻了 我说不出口 那然而就不为难师尊了 等师尊什么时候想说再说吧 而就在此时 孙长老突然求见 当孙长老看到我十大吃一惊 圣子两天没见 竟然已经金丹后期了 这修炼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把孙长老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师尊在一旁偷笑 问孙长老此番前来所谓何事 孙长老说道 宗门试炼马上就要开始了 蒙星弟子下山试炼 都会安排一个资深的师兄带队 不知掌门您看这次派谁去比较合适 想到这不正是下山退婚的好机会吗 于是我便毛遂自荐 孙长老和师尊都认为 这点小事不值得我亲自前去 我告诉他们 我身为优罗殿圣子 总要为宗门做点什么 最终二人也同意了我前去试炼 师尊 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别不理我呀 你少来 你说实话 为什么要突然带队下山 我叹了口气 师尊 实不相瞒 我修行十余载 回家的次数屈之可数 想借此机会回家一趟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想躲着本座呢 然而 我们是不是要好久见不到了 我牵着师尊的手告诉他 我一定会尽快回来 和师尊开始第二次约会 第二 在我临走之前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小的愿望 那就是叫我一声相公听听 师尊小脸通红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大声喊出了相公两字 不得不说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我这师尊 真是甜啊 另一边登签大会已经开始 此刻肖家的弟子纷纷上台测试天赋 最终轮到了毫无修为的肖亲哥 身为幽罗殿圣子的我 在此次弟子试炼的时候英雄就美 女弟子对我也是一脸崇拜 爱慕不已 低调 都低调一点 当肖亲哥走上测试台的时候 长老却阻止他 让他别浪费时间 台下众人都纷纷嘲笑肖亲哥 说他不仅修为尽尸 还被神道宫驱逐 想不到十岁练气 十五岁住击 十八岁触及金丹门槛的肖亲哥 竟然落到如此田地 就在此时里然的堂哥李胜走上台来 肖亲哥 你这个废人还有勇气登上登仙大会 随后一把抓住肖亲哥 还和我装刀了 失去修为 被宗门驱逐 这也就算了 可你肖家不自量力 还想和我李家联姻 看你还有几分姿色 不如给我当颅顶吧 肖亲哥怒骂李胜让妻滚开 并说只要婚约一天不退 他就是李然的未婚妻 当李胜听到我的名字 也是心中一慌 随后一脸不爽地对着肖亲哥一顿嘲讽 回到肖府的肖亲哥在屋中痛哭 他父亲对其说道 与李然的婚事就不要再提了 如今我们和李家已经是云泥之别了 而且幽罗殿禁止婚恋 就算李然不退婚 这婚约也名存实亡了 此刻的幽罗殿主风 众弟子都已经全部集结完毕 而我也在众女弟子的目光下闪亮登场 我告诉他们 本次宗门历练由我领队 我会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但至于其他的 无论坠胳膊断死 都和我无关 与弟子们一脸花痴地看着我 真是太幸运了 这次试炼竟然是圣子领队 我告诉阿庆 别闷闷不乐了 我过一段时间就回来了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要努力修炼 不能偷懒 阿庆一脸害羞 还说等我回来要和我双修 阿庆你除了双修 就不能有点别的追求吗 圣子大人 我只想回来等你双修 在我出发前掌门也有东西转交给我 也不知道师尊会和我说些什么呢 原来师父去了南疆 还说回来的时候要给我一个惊喜 让我在外面好好保护自己 不准沾花惹草 师尊这也太甜了吧 这谁受得了啊 宗门试炼已经开始 而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练器中后期的力士虎 只见小师妹火力全开 将力士虎全部挑飞 站在树上的我很是满意 看来小师妹又长进了 在面对一群力士虎的围攻 小师妹动用幽罗电命迹 碎玉引杀 连忙躲闪 但还是有一只漏网之虎袭来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突然出现 只用了两根手指 就将七秒杀 所有人检查伤势 原地休息 半个时辰后出发 我也在女弟子的欢呼雀跃中离开了 身为幽罗电圣子的 我不仅和美女掌门师尊谈起了恋爱 就连宗门类的女弟子 都纷纷想要嫁给我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竟然还有一个未婚妻 而这次自分弟子历练外出前来 就是为了退婚的 此时的小师妹正在训斥着 刚才嫉妒我的弟子 圣子大人救了我们的命 理应心怀感激 而你们竟在这里诋毁圣子大人 更是在让我听到这种话 看我不将你们打得满地找他 随后便气呼呼地离开了 一路上小师妹对我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可是谁让我已经有了师尊了呢 小师妹娇羞地对我说道 圣子大人 谢谢您刚才出手相助 小师妹不用谢我 这是身为领队的职责 圣子大人 其实我知道您只是表面上冷漠 内心却是个很温暖的人了 我一脸无语 这内心独白是得有多丰富啊 害得他们和妖兽战斗 我不由眉头紧锁 他们还是太弱了 还是要多加历练才行啊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小师妹问我最近的表现怎么样 最近这两天大家的表现确实还不错 今天就在这里休息整顿一晚 不一会舔狗小师妹端着烤肉便向我走来 圣子大人 这是我刚烤好的烤肉 你吃一点吧 我直接拒绝 有了阿清刻意给我准备的小丸子吃 谁吃你那连盐巴都没有的烤肉啊 不远就打算前往十万大山深处寻找 逆境开启的肖青哥 正在急忙地赶路 毕竟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每一部小新店被石头半倒在地 就在此时林中好像有什么东西 冲他这个方向袭来 下一秒一头巨大的熊腰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哪来这么大的熊腰啊 还是赶紧跑吧 正在我享受休闲时光的时候 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 只见肖青哥带着一头熊腰 向我们这边的营地跑 真是人在家中坐 熊从天上来 当众人看到如此恐怖的熊腰 纷纷露出了惊恐之色 我一脸不爽 这女的搞什么鬼 过水东尼 要不把她和熊腰一并宰了 肖青哥大声地呼喊着 让大家快跑 自己不是不宜将熊腰引来的 而熊腰也被小师妹的叫喊声蜥蜴 于是便转移了攻击对象 冲着小师妹快速冲来 就在熊腰打算一掌 将小师妹给拍飞的时候 果如天使下凡 一枪便刺在了熊腰的后背 随后又是一枪将熊腰的右熊掌挑飞 被激怒的熊腰恶狠狠地向我冲来 旁边的弟子都十分担心 圣子大人 小心啊 而我丝毫不慌 摆好架势打算给熊腰致命一击 这就叫做动作一定要快 姿势也一定要帅 没想到我阴差阳错救下的妹子 竟然是我未婚妻 可这一切我还都被蒙在鼓里 此刻的我正在和妖雄战斗 但身为魔教圣子的我 一头小熊熊我又怎么会放在眼里 对着妖雄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被激怒的妖雄打算输死一搏 这聚集的力量哪怕金丹也吃不起这一击 为了以防万一 我动用了自己的神迹 想摸光明拳 直接将妖雄披成了两半 今日的夜宵有着落了 一旁的肖青哥十分吃惊 那么恐怖的熊妖就这么轻易地被秒杀了 这个男人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 宗门的小迷妹们更是一脸花痴地看着我 圣子大人太强了 我刚才差点被吓尿了 那么大的熊妖居然被直接劈开了 不愧是圣子大人 小师妹更是直接窜进了我怀里 这种时候你都不忘砍游 你啊真是可以 刚得救的肖青哥也受到了 宗门男弟子重心捧月般的对待 随后便连忙向我道谢 感谢前辈出手相助 若不是您 我恐怕就要葬身雄妇了 我看他没有一丝灵力 难道是凡人 我并没理会转身正要离去 肖青哥赶忙叫住了我 前辈等一下 在下斗胆和您作笔交易 是关于即将开启的秘境 其中有上古先帝传承 听到先帝传承我有点小激动 但你不过一见凡人 我凭什么幸运 前辈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本不配合您谈条件 但这秘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就在此时系统任务出现 竟然是进入十万大山秘境中 寻找机缘 还来这小丫头没说话 这里还真有秘境 我问肖青哥怎么个交易法 肖青哥说愿意将信息和我共享 只求我能带他进秘境 前辈您看这样可以吗 那就这样吧 在抵达秘境之前你最好别死 这是给你的疗伤单样 夜晚众人坐在篝火旁 肖青哥从小师妹口中得知 我年仅18就已经是金丹七修为 震惊不已 怎么可能18岁就已经是金丹七了 有如此恐怖天赋的人 难道是他 妹妹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弟子啊 我们是幽罗殿的弟子 来这十万大山试炼的 这么说的话 那位前辈是 当然是我们宗门天赋最高 实力最强的爵士天才 幽罗殿圣子里然啊 肖青哥不由感慨 没想到如今的他天赋还是那么恐怖 而我却修为近世沦为废人 我们两个果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而内心暖暖的 我又怎么会让妹子受冷啊 一件衣服就拿捏了肖青哥 肖青哥才松了口气 小师妹问他叫什么名字 肖青哥为了隐藏身份 便告诉他自己叫孙青青 我叫陆欣然 以后我照着你 这就是顶级魔门吗 可为何一点反派的气质都没有呢 我堂堂幽罗殿圣子的威名 可不是浪德须名的 众多宗门的天骄在我的面前 都得靠边站 我也想逼掉 可惜实力不允许啊 没想到 又被我装到了 看着手中的地图 这妹子是不是傻呀 不仅把地图给了我 还把知道的信息全部说了出来 也不怕我反悔 于是我开启传送通道 将弟子们送回宗门 我告诉众弟子 这十天的试炼 你们已经证明了自己 先路苦寒 大道难求 天赋虽然重要 但永不退缩的信念更加重要 回去之后你们要更加努力 小师妹抱着我的大腿苦苦哀求 想要留下来和我一起冒险 你压的 快回去吧 接应的弟子十分吃惊 居然全员无伤归来 而且每个人看起来都得到了质的蜕变 圣子果然不简单 不知道师尊有没有回到宗门 好想捏着他的小手 听他喊我相公 而一旁的肖青哥还以为 我和弟子分开而伤感 他们怎么样和我有关系吗 行了 走了 那你刚才还鼓舞弟子呢 我们是骗他们的 你不会真觉得信念比天赋重要吧 有些人穷尽一生都结不成金丹 而我不过修炼十年 就已经达到他们这辈子 都达到不了的高度 天赋带来的差距 可不是东西能弥补的 肖青哥心情低沉 既然如此那 你为什么还要骗他们呢 我的鼓励能成为他们的动力 而且他们都是我们内的弟子 肖青哥也是对我更加崇拜了 废话就不要多说了 抓紧赶路吧 我抱歉肖青哥一路狂飙 见得一些低级妖兽 只需一指就将他们打飞 可就在此时一只金丹静的虎妖出现 拦住了我的去路 肖青哥竟然想让我换条路走 老子最讨厌让路了 这只蓝鹿虎挡我的鹿 他还来脾气了 这只蓝鹿虎直接就冲着我们袭来 既然你自己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异象 星汉灿烂 龙象择天 只见空中出现了一个金色巨人 一脚就将虎妖踢飞了 就这实力也敢赶路 肖青哥瘫倒在地 这是法相吗 第一次听说金丹有法相了 难道他真是大地转世 逆境大门前 各大宗门天骄弟子都在此处等待逆境开启 这里为首的当属神道宫敌传弟子 宋青松 和万剑阁敌传弟子 月剑离 可就在此时众人感受到有一股磅礴的灵力 正在向这边起来 哼的一声 刚才的黑影便掉落在地面上 原来这黑影正是刚才被我踢飞的金丹镜的狐妖 众人很是惊讶究竟是谁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就在此时我闪亮登场 没想到一脚踢了这么远 一脚踢此金丹镜的狐妖 此人究竟是谁啊 在下神道宫敌传弟子 宋青松 赶问阁下尊姓大名 宝子幽罗殿圣子 李然 肖青都告诉我 这次秘境只能进入十人 现在已经十二人了 那好吧 随机挑选两名幸运观众 让他们打到回府不就行了 什么宗门添娇 连给本圣子提携都不配 接下来就是随机挑选两名幸运观众 打到回府的时刻 是你们自己选 还是我来挑呢 吓得他们这群渣渣瑟瑟瑟发抖 众人随后将目光转向了掩月宗的弟子曹月 这可把曹月吓坏了 赶忙向宋青松求助 毕竟刚才他还说要正道同胞共同进退 宋青松冠点堂皇地说道 是正道同胞没错 但是你修为太低 进入逆境可能有危险 还不如回去好好修炼 下次有机会再来 这场面也太精彩了吧 看来我是没有当正道的前置了 毕竟我还不够虚伪啊 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吧 我告诉他 我说的可是两个名额 现在才走了一个 宋青松很是不爽 难道凡人也配进入先帝逆境 你小子是在教我做事吗 我说两个名额就两个名额 你有意见 宋青松不敢再反驳了 命令身后另一名弟子退出 这也让其他宗门弟子看到了 宋青松无耻的嘴脸 神道宫原来都是这种货色呀 就这还自诩名门正派呢 就在此时秘境终于开启了 秘境内是一方小世界 这里灵气活跃 灵耀遍地 随后天空中出现几句诗 求仙正道 与天相争 孤骨铺满 涅涅涅涅 而这第一重试炼就是猎杀妖兽 收集妖谷最多的前八名 即可获得下一重的资格 这个试炼真是简单粗暴 不过我喜欢 还是先把系统奖励领了吧 恭喜宿主获得神通 金光玉雷咒 此神通修为越高 牵动的神雷越强 威力不亚于天节 看着一旁的妹子我也很是无奈 太一个凡人 却连第一轮试炼都完不成 但好在她遇到我这个乐于助人的暖男 我于是临走前在她的身后贴了张符咒 到时候可别说个没罩着呢 走在路上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 而且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 连妖兽的影子都看不到 看来还真有问题啊 突然一颗树妖向我袭来 区区一颗小小的树妖也赶在我面前叫嚣 老子分分钟将你轰成渣 喜欢装植物人是吧 看我把你头给打歪 妖兽有妖骨 树妖应该是灵损 看来这就是你的灵损了 怪不得这里看不到妖兽 原来都是树木伪装的 一想到这里我顿感不妙 毕竟这么多树木 怎么可能只有一颗树妖呢 果然这些树木都是树妖所化 而且每只都是住机器的修为 这下大意了 果然机缘周围往往都伴随着危机 一个是高冷的美女魔教掌门人 另一个是温柔可爱的未婚妻 让你们来选你们会选谁呢 此刻的我正在被树妖围攻 好在哥实力强的一批 随手便将所有树妖一举秒杀 而且这么多数量的妖舞 晋级绝对绰绰绰有余 萧青哥一直在秘境中苦苦寻找生灵果 因为只要找到生灵果 他就能重铸灵根 重获修为和天赋了 但不巧的是生灵果没找到 先遇到了他的师兄宋青松 萧青哥打算第一时间离开 隐脸被宋青松发现自己 但这一举动却激怒了宋青松 里然狂妄也就算了 你一个凡人 也敢无视我 一声不吭 还挺有骨气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当看到是萧青哥的时候 宋青松也不由愣了一下 随后反应过来 看来你是想通过此次秘境获得天赋 重返先途 就你这个废人也配合我争夺先缘 于是便以勾结魔教之人为借口 想要将萧青哥就地解决 眼看情况不妙 萧青哥搬出老子的威名 打算震慑一下他 宋青松则说道 他要是在乎你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 再说这逆境之中危机四伏 谁又会知道是我干的呢 要怪就怪李然吧 谁让他那么狂呢 可令宋青松没想到的是 我早已在萧青哥身上布下了防御符传 现在必须尽快将他解决掉 不然李然一定会找我算账的 就在宋青松打算动用权力一击的时候 我闪亮登场 妹子你来秘境就是为了纵人头的吗 为了修仙连命都不要了 真是服你了 还有你这个神道宫的小垃圾 连老子带来的人都敢动 说吧 你想怎么死 这宋青松真是认不清现实 现在了还在嘴硬 就他这实力还敢在我面前蹦的 今天就让你这个小垃圾认清天才和废柴之间的差距 宋青松及时动用了道法 才逃过一劫 但这龟壳怎么能挡得住我 宋青松眼看情况不妙打算动用秘术逃跑 还放下狠话 我神道宫掌门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小子吓唬谁呢 你是不是忘了我也有掌门呢 宋青松只知道我家掌门是我师尊 但他却不知道师尊还是我的女朋友呢 就你这水瓶还想和我两败俱伤 你是来搞笑的吗 就在我打算一枪解决掉宋青松的时候 月剑离突然出现 叫停了战斗 此时月剑离当起了何侍郎 想让我停手 我一脸不爽 你们是一伙的吗 月剑离则说和宋青松不是很熟 但我看在妹子的面子上 决定让宋青松多活一会 但打了我的妹子 想一走了之 天底下可没有这种好事 所以将你猎杀的妖骨留下当作补偿 你这不是想让我第一轮就出局吗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你不会真以为有这个小娘们给你撑腰 我就不敢动你了吧 没想到萧青哥居然主动投怀送抱 别这样啊 我的心里只有我的掌门师尊 实力超群的我很快便找回了场子 并让宋青松这个小垃圾把所有妖骨留下 在我的威胁下 宋青松也只好将猎杀的妖骨全部交出 萧青哥连忙向我致谢 还提醒我这次对宋青松动了杀心 万一他背后捅刀子怎么办 我告诉他其实我并没对宋青松动杀心 要不然他早死了 我一开始就知道月剑里躲在一旁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态度 即便他们联手我也丝毫不怕 大不了将他们一起带走 你一个凡人跟着瞎猜什么 些人什么的我完全没放在心上 倒是你有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此时萧青哥才反应过来 生灵果还没找到呢 而且第二重试炼马上就要开始了 于是我便将刚才抢来的妖骨给了萧青哥 这可把他感动坏了想要当场以身相许 第一轮试炼已结束 八人晋级 一人死亡 一人淘汰 他来凶手多半是这个宋青松了 这家伙还真够狠的 他来月剑里也察觉到他干的好事了 很快第二重试炼便开始了 第二重试炼是在要山中采摘药材 根据每人采得的品阶评出六人进入下一轮试炼 虽说采药我不行 但规则上可没说不能抢别人脸 韭菜们我来了 而我很快便盯上了宋青松 毕竟虽说他实力一般 但采药的功夫还是可以的 宋青松一脸黑线 李然 你不好好采药 来找我做什么 老弟 采药的这事 我不擅长 可打劫却是我的强项 这可把宋青松吓出一身冷汗 但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我于是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主动把药给我 二是被我暴揍一顿 然后主动把药给我 宋青松还是很上道的嘛 乖乖上脚的药材 这可把他气得够呛 羊脸等秘境结束之后 一定要让我好看 自我发泄了一番后 又开始了采药时刻 看着眼花缭乱的仙草 宋青松手舞足蹈 可下一秒 老子就又来收割韭菜了 宋青松连忙跪地求饶 大哥 你也不能只盯着我一个人 薅羊毛啊 你好歹也抢抢别人啊 没办法谁让你是懂采药的呀 宋青松也放弃了采药 选择了向我学习 去打劫别人 而宋青哥这边 正在努力地寻找生灵果 可宋青哥突然害羞地 问我有喜欢的人吗 我告诉他自然是有的 而且他看似高冷 实则却温柔可爱 绝对是个宝藏女孩 可我记得优罗殿有禁令 不准门下弟子婚恋 你就不怕吗 老子当然不怕 我女朋友就是掌门 不怕个屁啊 宋青哥违心地送上了祝福 并问我和那女生 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告诉他是在我八岁的时候 第一次和他见面时 年纪还小 什么都不懂 直到最近才明白自己的真心 这次下山 就是要解决一些家事 这样以后就能和他在一起了 此刻的宵青哥不断脑补 八岁相识 别人不敢接近 身份差距很大 下山解决家事 为了和他好好在一起 这不就是我吗 宵青哥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也是一脸猛逼 我说的有那么感人吗 就在宵青哥打算告诉我 他的真实身份的时候 我连忙捂住了他的嘴 别出声 有人来了 他是我的未婚妻 但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就在宵青哥要告诉我 他的真实身份的时候 我连忙捂住了他的嘴 原来是月剑离 正在空中四处寻找灵药 看来又能收割一波韭菜了 而月剑离按照万象盘的指引 来到了一处荒芜人烟的地方 正在他抱怨面前 这棵枯树的时候 他居然发现枯树上 竟然接了一棵生灵果 生灵果平时对修行者堪称毒药 但对重伤垂死的人 可是第二条命啊 就在他要摘生灵果之时 我一赶银枪起来 这果子我看上了 你可以走吧 可月剑离似乎并不打算 给我面子想和我银刚一下 我堂堂魔教圣子能会怕他 就他这细皮嫩肉的 到时候别被我这杆银枪给捅哭了 被激怒的月剑离也动用了秘术 暴雨将至 邪魔烟灭 只见无数剑语向我袭来 月剑离还说同境界内 没人能接住这一招 真是天大的笑话 对付别人可能奏效 但对我完全不够看 月剑离眼看情况不妙 于是召回所有零剑防守 他没想到我的枪衣 竟然比他的剑离还要精纯许多 我都说了我这杆银枪可是很厉害的 就你这水平 还是会宗门再练个两年半吧 刚想在站的月剑离被我温馨提示 你现在这样子好像不太方便了 你这个魔教妖人真是无耻下流 赶紧把眼睛给老娘捂住 不许看 今日就暂且先放你一马 改天再找机会一雪前耻 就这么走了 真没意思 我四处寻找着肖青哥 刚才打得太害把他忘了 不会被乱剑砍死了吧 看到人走了之后 肖青哥这才从生灵果竖出来 这是不是就是你一直在苦苦寻找的生灵果 可这果子要怎么取呢 肖青哥说摘取这生灵果并不需要什么手法 但生灵果属性质疑 只能由原因上在的女子采摘 要求这么变态的吗 你行不行啊 不行我去把月剑离抓回来让他来采 肖青哥小脸通红 人家当然行了 那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肖青哥很轻松地就将生灵果采摘下来 可他却将到手的生灵果交给了我 你这么拼命不就是为了他吗 怎么又不要了 肖青哥说最终传承即将开启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这生灵果关键时刻能救我一命 只有你活着 我做的一切才有意义 如果能顺利走出秘境 这果子还没有使用就来无央城找我 很快第二轮试炼结束 肖青哥和另一名打酱油的弟子被淘汰 为了防患于未然 我给另一名弟子封印了部分修为 还在肖青哥身上贴满了符咒 这样他走出十万大山就绝对没问题了 很快第三重试炼开始了 这轮规则很简单 最先登顶的三人成功晋级 进入最终试炼 众人对这轮的试炼充满了疑虑 第一轮考验个人实力 第二轮考眼力和阅力 这一轮试炼的目的就是要六人相争 难道最终试炼是三人厮杀只能活一个 众人争先恐后地开始了攀登阶梯 可既然是试炼又怎么会这么简单呢 越向上攀登压力越强大 根本无法全速前进 身为魔教圣子的我 走到哪里都是令人闻风丧胆般的存在 但却唯独这妹子有着不一样的吸引力 就连正道宗门的妹子 都主动站出来为我步伐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吗 如今第三轮试炼开启 别看这些小渣渣们开始的早 但这台阶足有千个 等到最后关头 压力肯定极其恐怖 现在快又有什么用 能走到最后才是赢家 而宋青松这个渣渣居然挽起了被刺 将一些弟子纷纷击落下去 就宋青松这种货色 也配说自己是名门正派 就连我魔教都不屑收这种下作之人 不仅是他 就连好兄弟为了仙缘 也是在台阶上大大出手 打的是鸡飞狗跳 但这些渣渣看到本圣子来了 纷纷给我让路 这就是所谓的正道 只会欺软怕硬 一段时间后 我到了倒数第二个台阶 才感觉到这威压的强横之处 无愧是大地传承 这台阶被赋予了盗泽 修为越强的人受到的压力就越大 而我发现这次试炼的目的 根本不是看谁能登顶 而是要我们臣服在他的脚下 以彰显他的强大和威严 但身为绝世天骄的我 怎么可能对着前面的这狗屁宫殿朝拜呢 应该让他臣服在我的脚下才对 于是我运转夺天宫 老子就是要亲自走进宫殿 到他面前当众打他的脸 在我的言语挑衅过后 越剑离周围的盗泽威压居然全部消失 向我这边洗来 我天机 拔天道 就你也配让我臣服 下一秒一阵爆炸响起 台下的众人也是一脸猛逼 上方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而我也因灵力透支差点掉下去 但好在越剑离在身后助力了一把 令他不理解的是 都说魔门中人唯利是图 不择手段 但他却为了尊严对抗大地意志 可就算他再有骨气 也改变不了下流胚子的事实 没想到这道则这么强 要不是自己有夺天宫 恐怕还真登不上来 没办法谁让老子有系统帮身呢 只是对方攻击越强 我的灵力就消耗得越快 现在是真的一滴都没有了 虽说这次在妹子面前丢了脸 可那也比趴在地上当狗墙 此刻的我正坐在地上恢复灵力 越剑离反手就将长剑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可下一秒就将长剑收起 只因被我的八块腹肌闪瞎了眼 怎么样好看吗 呸呸呸 难看死了 果然是魔教妖人 一点都不知道羞耻 宋青松这个小垃圾也在此时登上顶峰 当他看到我正在恢复灵力 打算背后偷袭我独吞传承 就在他打算被刺我的时候 越剑离一个闪现挡在了我的面前 越剑离你什么意思 夺灵药 在云梯上偷袭弟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在不知道最终试炼的内容前 李然不能被淘汰 等试炼结束后 用不着你动手 我要亲手杀了他 在夺天宫的加持下 我只用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恢复了灵力 当我看到宫殿上的牌点 口气倒是不小 还真把自己当玉帝了 就在这时宫殿大门打开 最终试炼开启 谁能想到如此富丽堂皇的天宫 里面却只有一头诡异的黑棺 很快三人便来到宫殿尽头 里面没有王座和古帝 有的却是一口棺材 难道这不是先帝寝宫而是帝灵 把自己埋葬在寝宫里 格局未免也太小了吧 我吩咐起旁边的宋青松 去把棺材打开 胆小的宋青松连忙拒绝 我于是威胁他 要是不打开棺材 就把他的天灵盖打开 卑微的宋青松也只好过去推棺 打开棺材的同时 最终试炼也正式开启 最终试炼居然是两个不同的任务 分别是除妖和杀人 由于宋青松碰了棺材 所以自动和妖魔组队 而这棺材里装的不是先帝式妖魔 两队进行厮杀完成试炼 棺材里突然出现一只巨手 将宋青松狠狠抓住 刚想逃跑的宋青松 却被一把拽进了棺材里 只见棺材旁血气弥漫 吓一鸟啪的一声 棺材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体型硕大的妖魔 而那张一脸欠打的脸 正是丧失意识的宋青松 虎身人面 居然是上古巨妖桃物 这最终试炼未免也太离谱了吧 不过就是个畜生而已 宰了不就行了 可这桃物实力简直强的离谱 不仅力大无穷 还能免一道法 关键是身上散发的黑物 还能蚕食灵力 再加上吞噬了宋青松 他还能使出神道弓的道法 月剑里眼看情况不妙 也不再有所保留 打算用自己的秘技拒缺一剑将其斩杀 可没想到却被桃物反手将其捏碎 随后便冲着月剑里起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一个金光玉雷骤将其击退 我看雷劈对他这妖魔很是有用 身为打雷专业的我 看我如何将这畜生劈成两半 三界侍卫 五帝私营 万神朝礼 驱使雷霆 是我一记金光玉雷骤 只见滚滚天雷劈在了桃物的身上 这番操作也是亮下的月剑里的双眼 此刻的宋青松已经恢复了意识瘫倒在地 没想到这都批不死你 你运气还真是好啊 听说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对我动手 你说我现在要怎么惩罚你了 宋青松连忙求饶让我放他一面 可就要我打算将他嘎了的时候 月剑里这个娘们儿又跑来为他求情 我一脸不爽 你是不是看上宋青松了 三番两次为他出手 而他阻止我的原因是怕我成为神道公的头号公敌 所以你是在关心我吗 人家可是有女朋友的 此刻的宋青松跪在地上不断求我放他一条狗命 圣子你放心 只要你放了我 我保证宋门不会找你麻烦 而我这个人确实很怕麻烦 但我有掌门失踪为我撑腰 我会怕你个小小神道公吗